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的专理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国家的心血管疾病 已经越来越呈现年轻化的事态 今天我就要提醒广大的年轻朋友们 重视心血管健康 并且教会大家 如何科学的预防心血管疾病 养生千万条 科学第一条 我是李建平 这是我的健康公开课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8年的数据显示 中国目前有心血管疾病的 现患病人达到2.9个亿 而且发病率仍然呈现逐年上升的事态 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 占到我国居民全部死亡的40%以上 可以说心血管疾病 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位杀手 从日常接诊的患者中 我个人也是深切地感受到 从过去基本上很难见到50岁以下的患者 到现在越来越多的25到35岁的这样年轻的患者 可以看出心梗脑梗的这种患病人群 应该是越来越年轻化 可以说心血管疾病 是我们年轻时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慢慢积累续积而成的 甚至在青少年时期就埋下隐患 在青少年时期 它的动脉管壁上就会形成初步的初级的脂质条纹 而如果任期发展 这种脂质条纹就会形成明显的动脉脂肪硬化的斑块 甚至导致动脉的完全必在 现在的肥胖人群 其实就是未来心血管疾病的候选人 心血管疾病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小问题 测试一下你是否已经成为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人群 第一个问题 你在爬楼梯的时候 是否会有胸闷气短或者是呼吸急促的感觉呢 第二个问题 你平时是不是很少吃鱼和坚果 相反会吃很多糕点饼干甚至是方便面呢 第三个问题 你平时是不是很少运动 很少去进行规律的体育锻炼呢 第四个问题 你计算一下 第二 如果你的年龄乘以你每天吸烟的支数是否已经超过了400呢 第五个问题 你的直系亲属中是否有50岁以前死于心脏病呢 在针对上述几个问题的答案中 如果你的答案中试的比例越多 那么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高 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起因 因此要维护你的心血管健康 就要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生活习惯中 饮食和营养跟我们心血管疾病息息相关 饮食方面 首先要减少 盐 糖和高胆固醇的摄入 人体的胆固醇有三分之一来自于我们的食物 高胆固醇血症 通过暴饮暴食 摄入大量的肉类和动物的内脏 就可以造成血液里面胆固醇明显的增高 血胆固醇升高的结果呢 会使这些油脂附着在我们血管壁上 形成纸质斑块 最终可能会阻塞我们的血管 导致冠心病 心脚痛 心肌梗死的出现 而高胆的摄入 最重要的一个危害就是导致我们血压的升高 而血压的升高 又是我们中国人第一大的心血管疾病 脑足中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要减少反噬脂肪酸的摄入 这点提醒大家 反噬脂肪酸是我们人体里面最坏的 对我们的健康最为不利的一种脂肪酸 有研究发现 大量摄入反噬脂肪酸 可以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21% 可以使这些人死亡的风险增加28% 反噬脂肪酸是在食品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一种有害的脂肪酸 那么它广泛的存在于通过人造黄油 而加工的这些零食 比如像一些糕点呀 饼干呀 方便面呀 还有我们平时吃的像炸薯片炸薯条 还有很多像咖啡伴侣 还有我们珍珠奶茶里面 都含有比较高的反噬脂肪酸 这些食物都是反噬脂肪酸的重灾区 因此呢这点提醒大家 在摄入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合理的饮食习惯 来降低我们的心血管风险呢 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种饮食模式 叫做地中海式饮食模式 提到地中海饮食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这种饮食的具体模式是什么 它为什么又是健康的 相信很多人都不清楚 其实地中海饮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提出 专家们发现在像希腊 西班牙 法国和意大利 南部等地处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呢 居民膳食脂肪的总量跟美国人不相上下 但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却比美国人低很多 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 最终专家们发现了 这个秘密就蕴藏在他们特殊的饮食结构里面 这种饮食结构强调多吃蔬菜 水果 鱼 豆类 坚果等食物 其次是骨类 并且烹饪时呢 要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尤其是提倡用橄榄油 这种膳食结构的优点颇多 最引人注目的是 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很低 而单部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则很高 单部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大 主要归于当地大量食用橄榄油 相比较于一般的植物油和动物性脂肪 橄榄油还有大量的单部饱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体内的胆固醇的水平 还可以帮助我们辅助的降低血压和血糖水平 每天摄入大量的应激的新鲜的蔬菜 而且烹饪方式简单 大多选用生吃的方式 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营养素的大量吐司 加上当地的主食也是以粗杂粮为主 像燕麦 玉米 糙米 黑米 还有玉米等 这些蔬菜和粗加工的谷物 富含有膳食纤维 也富含B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对控制体重有积极的帮助 另外 丰富的鱼虾为当地的人们提供了优质的蛋白质 而深海鱼油富含的EPA和DHA这两种 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 对降低血脂促进健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都有助于减少高血压 冠心病 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此外 食用坚果 合理适量的控制鸡蛋红肉的摄入 适量的饮用红酒 也帮助当地的居民拥有了更高的预期的寿命 以及更低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 因此 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效仿地中海的健康饮食模式 控制油 盐 糖的摄入 做到合理均衡的膳食 科学的营养补充 除了健康的饮食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运动和锻炼 我们推荐 成年人应该至少每周进行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或者是75分钟以上的高强度的运动 还要注意 避免久坐 我们还要学会给自己减压 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疲劳和紧张的状态中 坏情绪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甚至会诱发心脏病和脑足中的发作 远离烟酒 大量的证据表明 无论是主动的吸烟 还是被动的吸入二手烟 都和我们长期的这种肿瘤 心血管疾病 以及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 发病风险息息相关 甚至这种吸烟 还和我们的死亡率直接相关 不要忘记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 因为外表看起来非常健康的人 也可能被心血管疾病偷吸 做好预防非常重要 心血管疾病是日积月累的慢性疾病 年轻时的每一天 都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几十年的健康 要防患于未然 就要从现在做起 保持健康科学的生活态度 均衡的膳食和必要的营养补充 确保优质睡眠 坚持运动与锻炼 才能让你远离心血管疾病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是李建平 这是我的健康公开课 养生千万条 科学第一条 让我们一起为健康开课